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加坡之音 去年新加坡共有476人自杀死亡,比前年增加超过两成 是自2000年以来自杀死亡人数最高的记录 其中,20岁至29岁年龄层的自杀者最多,占了全年的19.1% 根据新加坡原人机构Samaritans of Singapore,简称SOS7月1日发布的文告 2022年共有476名自杀死亡者,比2021年的378人增加了25.9% 新加坡原人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,2018年至2021年分别有397人 400人、452人和378人自杀死亡 文告指出,自杀连续第4年成为10岁至29岁的首要死因,占了33.6% 2022年的自杀人数也比2021年提高了11.6% 从112人增加到125人 其中,91人是20岁至29岁,是自杀者最多的年龄层 另外,70岁至79岁者的自杀人数,从2021年的30人增加至2022年的48人,增加了6成 与2021年相比,去年新加坡原人机构的热线和关怀短信、CareText等服务的使用量增加了将近3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,在15至29岁年轻人中 自杀是既道路伤害、结合病和人际暴力之后的第4大死因 全球每年有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